43岁的林志玲突然推掉所有工作,请假两个月养病,这个举动实在太奇怪了,林志玲身体素质向来不错,上一次长时间休息已经是很多年前的坠马事件了,所以港媒的标题是这样的,如果真的是怀孕,那当然值得高兴,但如果是生病,那就祝福志玲姐姐早日康复。 本来,按照原定计划,2月4日及6日,林志玲要飞往北京、香港等地宣传郭富城与赵丽颖主演的磕碎电影《西游记之女儿国》,志玲姐姐在片中饰演和神,之后,她还要马不停蹄地在内地各大城市进行宣传活动,但2月1日,港媒突然报道称,志玲姐姐因为身体抱恙,要暂时停工。 据报道,林志玲是患上了感冒,需要在家里休息,甚至连下床的力都没有,医生建议她暂时停工。 至于为什么一场感冒要停工两个月,港媒方面就没有过多叙述,留下许多谜团。 电影负责人陈小姐表示,我们在1月31日晚收到林志玲经纪人电话,说志玲身体不舒服,接下来一两个月的工作全部都要取消,包括接下来的宣传,她都不能参加。 我们没有追问详细情况,此处应该划重点,希望她早日康复,保重身体。 一般而言,演员与电影公司签约的时候,都会注明要为电影跑多少次宣传,而林志玲此次的情况,应该是在电影公司理解范围之内,所以才会接受她的请假。 如果林志玲真的怀孕了,那就是天大的喜事。 志玲姐姐一直强调自己喜欢小孩子,也有传她为了生育,在40岁的时候已经冷冻了9颗卵子,而她与严程旭已经复合了一段时间,所以媒体都推断,她这次请假可能是游戏要留在家里安排。 而林志玲的个人微博账户,最近一次上载近赵,已经是半个月前,当时她与工作人员一起坐动车,活生生吃掉了某块餐店的一桶鸡,胃口非常好。 元旦的时候,刚好是严程旭生日,过往都会参与跨年活动赚大钱的志玲姐姐,推掉了所有的邀约,一反常态,留在台湾休息。 所以当时大家都猜测,她是特地空出时间,与男朋友庆祝生日。 而这半年以来,严程旭也处于休息阶段,她最近一次露面,是在1月18日出席朋友的私人聚会,两人合照被曝光。 为了维护这段得来不易的感情,林志玲与严程旭都非常努力,以前他们分手的原因可能是各有各忙,但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培养感情,会有意外一点都不奇怪吧。 然而,2月2日,林志玲的助理出面澄清说并非怀孕,但却另外有传志玲因为新片女主角并非自己,而是赵丽颖,导致无力配合宣传。 不知大家怎么看。